本月6号和9号 日本将分别在广岛和长崎高调举行原子弹爆炸79年和平仪式 安倍晋三将亲自出席两场仪式 有100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也将出席广岛的纪念活动 其中美国负责军备控制于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高特莫勒 以及驻日大使卡罗林肯尼迪也将出席仪式 据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称 美国派政府高官出席一事上述首次 不过日美之间近来因为窃听事件闹得有些不愉快 安倍一副轻飘飘的模糊态度更是引发民众不满 5号相关事态有了些许变化 安倍与美国副总统拜登举行电话会谈 就美国政府的窃听嫌疑提出抗议 他说如果属实可能将动摇盟国间的信赖关系 不得不表示严重关切 要求美方展开调查并就调查结果进行说明 而拜登则道歉称 引发广泛议论给日本造成困扰 非常抱歉 不过拜登强调美方没有做任何有损 美日同盟信赖关系的事 好的相关话题 我们再来连线北京演博士的时事平原王健 以及台北的嘉宾邱一教授 日本政府计划在本月的6号和9号 分别在广岛和长期高调的举行原子弹爆炸 70周年和平仪式 安倍晋三也将亲自的出席两场仪式 也将有100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参加 那么安倍政府高调纪念核爆的目的是什么 王健 广岛和长期曾经遭受原子弹的侵害 当然大家都知道 这不光是日本的悲剧 也是全球的悲剧 全世界的悲剧 这是战争带给人们的创痛 在这一点而言 我觉得广岛和长期举行高调的纪念仪式 一方面因为今年是一个整日子 是70周年 在世界隆重纪念世界反法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 回忆战争带给人们的创痛 我觉得本身就是体重应有之一 当然这个纪念要以什么样的形式 怎么样回忆过去 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你比如说安倍今年高调参加这两场纪念的活动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 并不是回忆过去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 带给日本和带给周边国家怎样的创痛 相反 安倍参加这样的活动 有自己的政治考量 目前自己正在推进安保的相关法案 能够闯过国会 通过参加这样的活动 为自己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进一步粉饰 给自己披上一个和平的外衣 我想这是安倍最重要的考量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看无论是广岛还是长期 还是日本的民众 多有不同的意见 其实这些意见直接戳穿了安倍的假面 也告诉了大家 安倍参加这两场活动 或许真正的考量究竟是什么 日本新闻网说 美国还将派遣副国务卿高特莫勒 赴日本参加广岛核报纪念 这是美国首次从华盛顿派政府高官出席此项活动 那么邱教授 您觉得这透露出一个什么样的讯息 广岛核报的和平纪念日已经70周年了 美国第一次由华府派国务院的副国务卿 亲自到广岛来参与这个和平纪念日 美国是有他心中的意义的 第一个就是强化美日之间的同盟关系 因为美国亚太在平衡战略 要落实要执行确实需要日本 第二个 美国也有个含义 美国知道安倍水巴奖的积极和平主义 但是其实在推的就是积极军国主义 而安倍也在积极的想要去改变和平宪法 安倍也积极的要去推动 所谓的强国扩军 美国也怕 今天利用日本来帮美国落实 亚太在平衡战略 但是万一养虎为患 把日本养肥了养大了养壮了 结果日本脱离了美国的控制 成为军国主义复辟的典型 对美国来说就是个麻烦 所以美国也透过这一次广岛核报 70周年和平纪念日 派了华府的高官亲自到 来采扬和平对日本的需求 此外针对美国监听日本政府 及相关企业一事 安倍五号一改之前轻飘飘的模糊态度 还亲自的打电话给美国副总统拜登表示抗议 那么怎么解读安倍态度的转变 安倍为什么要表示出愤怒呢 其实很简单 安倍目前的支持率最近一路在下滑 尤其是在推进安保相关法案之后 日本国内对他的不满意见逐渐升级 所以在此情况下 安倍要把自己打造成日本利益的维护者 但与最同时我们看安倍演的一出 结果麻生太郎在表态中讲了另一番话 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美国窃听可能出于不是政治的原因 而是出于商业的目的 从另一个视角而言又好像在安抚美国 说我们不是很着急 不是很生气 您也别生气 所以看安倍的表态和看麻生的表态 就能看得出来彼此之间上演一场双簧 表面上显得很生气 质问对方 其实内心里彼此之下也明白 日本抛不开美国 在诸多的问题上 安倍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还得需要美国的谅解和配合 所以彼此之间上演一出双簧 给老百姓看看而已 好 谢谢二位的分析和点评 谢谢大家